我说发哥 我先说我们的最后一把 如果我再胡牌的话呢 刚刚到菜市场收的保护费 全归我的 还有我们这个快炒店 后半年的保护费 你也甭收了 你不会胡了 啾啾 等一下 姚东 我按钢了四个方 你还没摸牌就掉一个方 李光明 你敢跟我出老千 好 来 动手 怎么又有状况了 老哥 我下次不敢 哪一只手摸的牌 老哥 我下次不敢了 你老了我吧 我下次不敢了 忘了 等一下 怎么了 妹妹 想扛这件事啊 不 不是 我想 请你吃个饭 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乍赌当场被抓包 非得有一方见血才能了事 我不过是想剁掉他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而已 好 发哥 有没有不见血的方法 有啊 还钱 今天这边的钱呢 通通要还给我 再加上买他这只手的二十万 可不可以打个枕 我就把他这只手给剁了 再把这个地方给烧了 反正我也收不到钱嘛 不如烧了 我有钱 我这些年去外面发展得很好 当上了一帅的首席珠宝设计师 舅舅 我成功了 啊 等等 阿星啊 总算没有枉费 舅舅这么多年 退你的栽培了 你相爱珠宝设计师 你是珠宝设计师啊 大哥 扫子的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你不是正愁的 没地方买珠宝吗 如果你想买珠宝送人 就一定要找我 二十万 我保证你买到一百万的货色 你最好是发了 不管怎么样 你们两个最好把钱凑齐 明天早上十点以前 送到我家给我 少一块钱 我就把这里给烧了 好 我明天早上一定准时到 走 你啊 舅舅 你为什么要炸肚 而且竟然还对发个炸肚 刚要不是你忽然闯进来 我那个牌他怎么会发现啊 你啊 这臭把心啊 这个星星猪台是妈亲手做给我的最后一个生日礼物 这是我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随便乱动 现在坏了 你说怎么办 这东西拿出来买了好看的嘛 坏了就坏了 有那么重要吗 除了钱还有什么对你是重要的 你怎么跟我说正话 不话 你到底有多少钱 我哪有钱给你啊 年纪一把了 还不需要不找正当的工作 我赌博也常常会赢的 只不过这一次输大了 那这样 我们干脆搬离开这里 让他把房子烧掉算了 你有没有良心啊 这些房子是我爸爸妈妈的房子 从他们车祸过之后 是他们留给我唯一的回忆 你竟然要让发哥烧掉它 当初要不是你成天闯祸 让我收乱胎子 我会更使三哥离开吗 你 我又有什么资格骂你 这几年来 我做了什么对得起爸妈的事呢 阿星 虽然你不愿意承认 可是我永远是你舅舅啊 就是再帮我最后一次吧 那明天你回去发哥那小钱吧 不能去啊 这谁啊 我朋友 那个发哥 就像长说的 常常来收保护肺带大流氓 嗯 没错 你明天会见他 你疯了 你什么都没有 你拿手去见他 这 这 这 没想到你家状况 还真的蛮糟的 我刚刚对你说的那些话 这里的确很糟 但却是我唯一的家 你赶快闪得远远的吧 你不是说被我连累 欠了一屁股债吗 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再连累你